嗨 好久不見 這次寫信給妳想對妳說 相遇是緣分 在一起的時間都很開心 一起去過的地方都是印象很深 只是距離對情侶來說真的不容易 我到現在還是會想念妳的貼心可愛 做我喜歡吃的巧克力給我 自己亂研發各種新口味 市面上買不到的 也會隨時隨地 帶很多台灣才有的東西給我 我後來想飛去台北 想找妳 看看有沒有機會挽回這一段感情 也預計要幫妳慶勝 希望能夠再做一些浪漫的安排 贏回妳的心 也因為很久沒有聯繫了 見面的感覺不一樣了 所以就知道沒有挽回的機會了 讀到這一邊 還是希望妳未來會遇到 好好照顧妳的對象 因為妳有時真的太逞強了 工作忙起來也不懂得照顧自己 也希望妳在工作上 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加油 想念妳的無緣人 國外 在國外的樣子 國外 有錢的啦 有錢的 又是妳 誰說 不是 全部都是妳的都是妳的 妳把妳都哭了 她還在 她還在 沒人要認她 我 我承認 是妳 怎麼覺得我好像聽起來 比較輕描淡寫 妳為什麼沒有跟我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跟你說 這個是怎麼樣 妳剛剛說文筆的問題 因為她的中文沒有很好 她是外國人 對 然後她也就是在 就是常住國外工作這樣子 是因為遠距離的戀情啊 對 我跟她就是 其實我們認識的時候 是在台灣 然後是朋友的聚會 因為我就覺得 這個人就是相處下來 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後來她就跟我說 其實她那時候 在我踏進去那個聚會的 一開始她就注意到我 算是一見中心我覺得 結果後來就這樣 就 漸行漸遠 對 直到有一天 再也不期待對方的電話 就默默的就 就淡掉了 對 就無疾而終這樣 那妳認為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分開 為什麼 妳這麼美好的女生 誰願意換手呢 是因為妳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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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了 拜拜 你們是遠距離家 你們是衛兵交接是不是 對啊 為什麼 我覺得遠距離家加上她 可能就是 是一個話不多的人 對 所以就是可能我們在講電話的時候 你可能 對 她甚至會 我甚至會覺得說 妳是不是要多講一點話 就是對我有沒有什麼想說的話 然後她就會跟我說 沒有耶 今天真的沒有 那就完了 有點無話可說 那就是沒有感情啦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最後分手是在一次 就是我們 見面完 然後我就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她剛剛感覺好像對我就是 沒什麼 沒感覺 好像 心沒有在這邊的感覺 我就想說好 那我到家了 故意就是不跟她說我到家了 然後 我就等她主動傳訊息給我 結果 欸 她也沒有傳給我 也沒有 對 然後就從那個時候 我們就這樣就分手了 就這樣離奇的分手了 連再見都沒有講 這個Q我 今天把她問清楚了 對 我就想問她說 為什麼妳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在主動找我還是怎麼樣的 我沒有主動聯絡妳 妳就 就這樣就跟我放手了 這一點我們真的是第一名的 女生回家或什麼 我們一定確定說她已經到家了 對 或者妳怎麼樣回去交通工具 有沒有人送妳或什麼 一定清清楚楚 安全嘛 對 良人相不相愛另外一回事 安全才是最重要 真的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社交聯繫她一下 我想要傳訊息給她說 妳等一下可不可以接個電話 然後她好像還在忙碌工作 就是她有跟我說 她等一下可能還要跟客戶 就是視訊開會 所以不一定可以接電話 那我覺得我就打打看 對啊 打打看 好吧 來 打打看 好 拜託接起來 按她 她現在在哪一個國家 她現在是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時差 沒有時差 一個鐘頭 沒有時差 好像一個鐘頭 沒有時差 沒有吧 沒有時差 沒有 對啊 所以她應該也 我怕接起來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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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這段話是不行的 怪喔 這個時間 那就 那就碎死了啦 那五年前了啦 合理啦 人家現在交往或什麼 這個也都 在合理之谱 對 對不對 我覺得我等一下 一直連續打給她好了 OK 好 我們先看一下 等讓她接 你覺得她在幹嘛 沒有接 你覺得她在幹嘛 因為我之前在她交往的時候 她真的是滿常 有時候 不是不接電話 就是譬如說她在忙碌工作的時候 她是很投入的 就是她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即時會有訓息 她跟你交往的時候 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 手機是會關靜音 是不會 不是啦 不是啦 不要那麼誠實 不是 不是啦 我不要讓任何外界 幫我的工作 不要騷擾到我啦 每個人習慣不同 很習慣啦 那你等一下就試著拿 如果聯絡到 我們再跟她講 好 OK 好 來